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欧尔雅科技教育总监凯宇 这次我们阅读经营会要为各位推出的书选是《谈判圣经》 《谈判圣经》的作者是刘碧荣教授 刘碧荣教授在民国46年出生 他是政治大学外交系第一名毕业 并且在民国68年的时候考取了教育部公费留学 是在外交政策学门第一名 那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呢,他拿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的硕士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国际政治的博士 那现在是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那他之前也担任过中国时报的总组笔 各位如果在深夜的时候打开年代新闻台 我相信你也会看到他的这个国际新闻评论 那其实我们对于他的认识 大多数是透过国际新闻评论的部分 但是呢,他也是台湾首屈一指的谈判教育的专家 他自己有筹设一个和风谈判学院 那他自己的理念非常的简单 他说啊,谈判就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如何让人世之间的很多冲突 有如同狂风暴雨般的变成和风细雨 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的很多领域 包括在职场,包括亲子,包括两性,包括买卖 甚至于大到国际关系都需要谈判来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刘碧龙教授自己说 这本谈判圣经哦,其实是给每一个想要了解谈判的人一个完整的架构 那这些架构呢,他呢就好像是一格一格帮你格好了 帮你呢,把它格式化,帮你把它规划好了 接下来你再去吸收什么样的谈判的内容 什么样沟通的技巧,什么样的资料 你就可以一格一格的填到 把这些资料填到适当的位置里面 你就可以把谈判的知识体系做一个有效的建立 所以呢,我们首先呢,看刘碧龙教授 在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序 那在他序里面呢,为什么我特别提 因为他里面的内容非常的有意思哦 这本书我们知道书名是谈判圣经 那刘教授就说 其实会取这个书名是配合商周文化圣经系列 他自己感觉哦,他也没那么伟大 他又不是神,怎么敢写圣经呢 不过他觉得写完之后啊 还发现这书名不错,为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就有一些谈判的案例 那从这些谈判的案例当作是入门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哦 在旧约圣经当中的谈判案例 在旧约创世纪的18章当中 有一段亚伯拉罕和耶和华谈判的过程 他的缘由非常的简单哦 就是呢,在那个时候有两座城市 叫索多玛和俄摩拉 这两个城市是罪恶深重啊 所以呢,耶和华想要摧毁掉这两个城市 但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因为他的悲天悯人啊 所以呢,他就代表这两个城市呢 去跟耶和华求情 他就问耶和华 如果这城市里面呢,有50个好人 你还会毁掉那个地方吗 那其实呢,你会不会因为这50个好人 去饶恕其他的人呢 如果把这些好人跟坏人一起杀掉 把好人跟坏人一起看待 那这样子难道是您的道吗 那这个上帝啊 那你这样子做不是不公义吗 这时候耶和华就说啦 如果我在里面呢 在索多玛城里面看到有50个好人 那我就会因为他们来饶恕那个地方 那耶和华又说了 以我这么悲下 那如果呢,我还继续告诉你 如果这50个义人 这50个好人少了5个 那你会因为少了5个毁掉这个城吗 那耶和华就说 如果在那边我看到45个好人 那我也不会毁掉那个城 这时候亚伯拉罕继续推哦 那我们说谈判就是推推党党嘛 所以呢,有机会亚伯拉罕就继续推 他又推到了呢 他说什么 如果里面只有40个好人呢 这时候耶和华就说 如果有40个好人 他也不毁掉这个索多玛城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继续推哦 那他知道他自己一直在推嘛 所以呢,他就说 这个求主不要动怒 容我继续说 如果在里面有20个好人 那是怎么样呢 你会怎么做呢 耶和华就说 耶和华他也懂得讨价还价了哦 当你推他到20人的时候 这时候他的回话是说 他说 如果在里面有看到30个好人 我就不做这个事 诶,刚刚是推20人 现在耶和华把他拉到30人 就亚伯拉罕还蛮坚持的哦 他说 再问一次 我呢,胆敢跟耶和华说这样的话 但是我还是要问 如果有20个好人呢 耶和华没办法啊 继续被推啊 继续没办法坚持他的立场 就说 如果有20个好人 那我也不毁掉那个城 亚伯拉罕就继续说 主啊,请你不要动怒 我再说一次 如果里面有10个好人呢 耶和华被搞得烦啊 他就说什么 如果呢 有这10个好人 那我就不毁掉那个城 说完 耶和华就走了 不继续谈呢 开玩笑 还给你一路推到底呢 但是呢 你从这个案例当中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事实结果是什么 事实结果 索多玛还是被耶和华毁掉了 但是呢 你会发现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谈得非常成功的 为什么 因为他抓到了一个地方哦 叫做 如果耶和华把好人和坏人一起毁灭 那是不公义的 这不是神应该有的作为 他用这一点卡住了耶和华 使耶和华不得不让步 那我们就看新约圣经 刚才谈的是旧约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还有一个哦 是耶稣处理群众情绪的故事 这故事这样说的 有一群法利赛人带了一个 在跟别人通奸的时候 被抓到的妇人 去见耶和华 去去见耶稣 那他叫那个妇人站在人群的中间 然后对耶稣说 夫子啊 这个妇人呢 是在跟别人通奸的时候被抓到的 摩西在律法上面告诉我们 像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 那你说你应该怎么处置他呢 那他们就故意哦 就是要这个 这个这个 试探耶和华哦 试探耶稣 有口误哦 试探耶稣 抓到耶稣的把柄 那耶稣不是悲天悯人吗 结果碰到这种事情 是不是还是要把他打死呢 但是呢 这个打死又不是 又不是这一群人说的哦 是摩西说的哦 是先知说的哦 这时候耶稣呢 听到这些的时候 他没有立刻反应 他只是自顾自的 在地上画字 就在那边地上写自己的字 结果一群人哦 摸不着头脑 继续看着他 结果过了一会儿呢 这一群人 这个终于冷静下来了 这时候耶稣 才停止他的动作 站起来 跟他们说 你们这些人 有谁是没有罪的 如果 有谁是没有罪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 打他 就说完之后 这个耶稣哦 又自顾自的 继续在地上画东西 那这些人听到这句话 就心虚了嘛 请问有谁 是不会有罪的呢 所以呢 他们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了 后来只剩下耶稣 跟那个妇人 留在现场 到最后 耶稣也不定 那个妇人的罪 他只告诉 他只告诉这个妇人说 去吧 从此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哦 耶稣蹲在地上画字 画什么字 那倒不是很重要 但是你会发现 在那个群情激愤的状况之下 那耶稣他其实用这样的技巧 帮助群众冷静下来 一旦群众冷静下来 耶稣才能继续往下沟通 往下说服 要不然呢 在那个现场 这么混乱的状况之下 他是很难去做说服的动作 所以呢 他藉由这样的方法 转移群众的注意力 其实是一个蛮经典的案例 那这个是在序言当中 一个蛮蛮有趣的一个部分哦 那刘备龙教授在最后 也有提到 这本书的结构 如果你有亲自买来看的话 你翻开来看 你会发现 他里面非常多的图 他其实是图文相继的哦 那很多人就说 哎呀 这么多图 那到底我看得懂 看不懂呢 刘备龙教授就说哦 其实 我要问的是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学谈判 你是想学真的 还是想学假的 如果你是想学真的话 那你就想办法 把这些图看懂 因为这些图呢 既不是这个什么 什么科学公式 也不是什么数学函数 其实都是非常简单易懂的 如果你真的希望 谈判的理论跟技术哦 为自己所用 让自己因为有这样的能力 让自己呢 可以取得人生中 更多的资源的话 那这些图 是一个很好 引导我们思考方式的一个指南针 所以呢 各位朋友 我其实蛮鼓励各位哦 亲自买这本书来看 那其实这本书呢 其实没有错 谈判是一般人 尤其现代人 很重要的通识能力 但是我觉得 它的内容是非常经典 其实因为我们三段电子档 一段只有半小时的原因 其实它里面 写了非常多例子 那当然我可能没有那个时间 来为各位一一做举例 我只能就概念式的部分 跟各位带过 但是呢 这本书真的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尤其刘碧龙教授 他本身的这个文笔哦 和他的一个用词潜质 都相当的容易懂 而且很流畅 加上呢 反正华人作者哦 不会有文化 不会有那种翻译跟理解的问题 其实坊间有很多书都翻译书 尤其谈谈判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会有很多文化背景的落差 那我真的很希望各位 如果你真的想 好好了解谈判 或是学习谈判 那就先从谈判圣经开始吧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它的内容 它整本书的内容 总共有十个章节 分别是了解谈判 谈判发生的条件 你是强者还是弱者 如何准备谈判 谈判与情报让步的艺术 锁住自己谈判战术的原则 推动谈判和谈判结束 还有谈判与文化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章 了解谈判 它在了解谈判的部分 它提出了几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谈判是寻求双赢的 接下来呢 它说谈判要科学和艺术兼固 也就是理论和弹性都要去兼固 那它在第一章 了解谈判的部分 还提到第三个 成功谈判者 有三个要件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一一来为各位做一个引导 首先呢 我们来看 谈判是寻求双赢 其实我们知道谈判不是打仗 也不是下命令 它是解决冲突 维持关系 或者建立合作的一种方式 是一个技巧 也是一个思考方式 那其实呢 既然解决冲突 是要靠谈判 但是冲突是怎么发生的 冲突的发生 可能是主观的因素 也可能是客观的因素 所以一般而言 冲突发生 可能会有三个引爆点 这三个引爆点分别是 第一个 客观的情势 客观情势的冲突包括 像比如说资源的分配 比如说分钱 分办公室 分人 分水源 等等的 那第二个冲突的引爆点 是来自于态度 比如说有些人抱怨 你每次看我的时候 眼睛都好像脱汤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看不起我呢 第三个 冲突的引爆点 还有一个第三个 就是行为的冲突 比如说 你为什么每次都站我的车位 为什么你都拿我桌上的文具 你走路是不是没长眼睛 你为什么每次都撞我呢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呢 这些冲突之所以产生 其实呢 刚刚谈到那三个 那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不是让这个冲突去扩大 而是怎么去解决 但是很好玩的一点是 这些冲突 还有可能去做一些蔓延 所谓的延烧 比如说 原本只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如果不尽早解决 那AB两兆 他们的冲突 就会像滚雪球一样 从资源衍生变成是态度 比如说从 这种只是客观事实的摆不平 变成是彼此有敌意 或者是猜忌 让这个冲突的结越打越死 那这态度上面的敌意 如果再不化解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双方的一个斗殴 也就是行为上的肢体冲突 所以其实 这三个部分呢 它其实有可能从资源态度 变成是行为上 但是呢 反过来说 也有可能是刚开始只是行为上的冲突 但是呢 如果在这个行为上面 大的公约 约束的部分 没有有个共识的话 那其实有可能会 进而演变成为态度 和实质客观资源上面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分歧 所以呢 我们来看 在这三个部分 客观情绪 态度跟行为 这三个冲突 怎么样去去掉呢 在行为的这个冲突 其实呢 如果在现代社会 是可以用法律来解决的 如果在公司或者学校 靠的是纪律跟教育 比如说法律规定 你不能打人 法律规定 你有些行为可以做 有些行为是不能做的 那态度的部分怎么解决呢 态度的部分 其实就要靠修养了 比如心理辅导 心理调试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谨言盛行 那至于客观情绪 客观情绪 像资源分配这些部分 就要靠谈判来解决问题了 所以呢 谈判如果用一个光谱 来分析的话 它可以分成左边和右边 左边的部分呢 是双方零和的战争 是对抗的 就是呢 输者全输 赢者全赢的 而光谱的最右边 是两个人站在同样一边 共同解决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会说 光谱的左边是零和 输光谱的右边是双赢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两个都是两个典型 但是我们说 现实发生的谈判情境 多半是在这两个中间 换句话说 你很难会找到 完全没有合作状况 但是你也很难找到 完全没有冲突的情形 所以呢 所谓的谈判技巧 就是怎么样 把双方的关系 从这种零和 往双赢的部分 去做移动 那其实呢 如果这样的话 使双方产生 共同解决问题的共识 但是光有共识还不够 我们还要把这些原则 转化成细节 让它可以付诸实行 由原则到细节的过程 那就是所谓的协商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谈判就一定要造势 把势造起来 才能逼对方上桌 逼对方跟我们谈双赢 还有谈判的本质是权利 那在心理因素的部分 其实是外面的一个表象 所以呢 在了解谈判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看到下一个部分 是在于谈判呢 其实是要理论 也就是科学和艺术 是要兼顾的 谈判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它是一个科学 有理论架构 有心理学的基础 但是呢 谈判也是一个艺术 有很多难以预期的变数 都可能改变谈判理论的运用 所以呢 我们说 在心理的部分 谈判它 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 它是一个权力运作 所以呢 在这个权力运作 到底它是怎么 怎么做转变的呢 有一个心理学叫做 这个研究叫做 最小兴趣原则 所以最小兴趣原则 举个例子哦 比如说 这个男女双方 男女双方 男生要分手 女生不要分手 那这个时候代表 男生比较不在意 这一段关系 所以呢 这时候男生 反而有比较多的权力 而女生只能配合男生 反之意是如此哦 所以你去看一件事哦 随着最小兴趣原则 怎么说的哦 就人在时间压力之下 比较容易让步 或者发现只要一方哦 对另一方 有比较多的依赖 那这个比较依赖别人的 在谈判的权力 就会比较弱 所以我们说 谈判理论和艺术要兼顾 所以我们看理论的部分 理论的部分呢 有三个理论 我们在谈判的部分呢 是常常会出现的 第一个叫做期待 我们对于谈判的结果 期待的多寡 会决定我们让步的行为 第二个呢 是焦点的部分 我们呢 为什么会选择某一些观点 比如说我举例哦 当你去买一个东西 老板开价120块 为什么你会杀到100块 或者为什么你心中认为 可以杀到100块 那这100块就是所谓的焦点 那其实你选择在焦点的部分哦 去做布防 大概都可以守得住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焦点 第三个 在理论的部分 当谈判对方提出一个提案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有个对案 如果你没有对案的话 那其实它是不可能产生谈判的要素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这些理论其实 刚刚提到的三个都是科学的部分 那艺术的部分呢 其实谈判的艺术就是配套条件 以刚才的例子来说 如果你开价 如果老板开价120块 你杀到100块 那老板坚持不降价 那或者是结果就是 你还是以120块买回去 那这时候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 你一样你期待可以杀到100块 100块又是个焦点 而且呢 老板呢 针对于你说杀到100块 也提出一个对案 比如说你买两个或三个 那这时候依然会锁在120块 可能会有几个原因哦 这就是所谓的 因时因情境而有所改变的部分 比如说你没有时间 假设你非得要买到这个杯子不可 但是呢 你没有时间跟老板那边耗 所以你只好鼻子摸着120块买回家 比如说 有参考坐标 假设呢 你在别的地方看到同样的杯子 要卖150块 结果老板才要卖你120块 同样的杯子 那当然二话不说 反正已经便宜了30块 还有一个因素呢 你之所以120块买回家 是个性使然 因为你觉得小东西 不要跟别人落里八说 但是还有一个状况是 你的目的不是在交易 你的目的是收集情报 但是我们说在收集情报的目的之下 可能呢 你连120块都不会花 因为你根本不会买回家 你只是去杀杀看 了解一下行情 再来呢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交情 比如说你跟老板是好朋友 你杀不下手 但有些人也反过来这么说 就因为是好朋友 所以他应该卖我便宜一点 那这就是见仁见智哦 还有一个部分 为什么你120块买回家呢 因为旁边有人在看顾虑面子嘛 比如说你带了一个 你刚结交的女朋友 结果呢 你为了20块 要跟人家真的脸红脖子粗 那请问 看在你的新女朋友的眼里 那你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一点 但是反过来说 也有可能状况是 你带着你的女朋友 你的女朋友知道 你最近在学谈判 所以呢 你非得把那20块杀下来不可 否则啊 有学过跟没学过 结果是一样 那干嘛去学呢 是不是很没面子呢 所以呢 谈判是要科学和艺术兼顾的哦 你不能只僵固在 所谓的理论架构 但是呢 你也必须同时的了解他的弹性的部分 好 所以呢 我们最后在了解谈判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 在谈判的部分 我们知道谈判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那成功谈判者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哦 个性上呢 必须敢于提出自己的要求 并且要有一个妥协的空间 不能太自我 也不能太英雄主义 第二个呢 不能有赢者全赢 输者全输的一个洁癖 谈判谈的是妥协 不是非黑即白 它是灰色的 第三个呢 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谈判者 就是多练习咯 那我相信对任何的一个技能 或者是能力都是这样子 OK 那我们就进入第二章 第二章它谈的是谈判发生的条件 那我们说谈判发生会有哪些条件呢 第一个 僵局是一个很重要 如果没有僵局 就没有必要谈判 那再来呢 小题大做制造僵局 就是僵局怎么创造 再来 他接下来会提到的是 结盟会让弱者反而变成强者 就当你创造一个僵局之后呢 一定有强有弱 那属于弱势的那一方 他能不能运用一些结盟的技巧 让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大 而造成更多的谈判筹码 那这个时候 他接下来就会谈强者如何反击 如果你是一个强者 你如何反制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他在第二章的部分后面 他也提到 在这个僵局 只靠一方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就是发生条件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那发生条件当中 还有提到谈判的吸引力 怎么样吸引对方 让他觉得谈 比不谈来得好 最后呢 在谈判发生的条件 他也提到了解 对方的虚与惧 也就是需求和所害怕的地方 好我们来看第二章谈判发生的条件 僵局谈判之要 一定要有僵局谈判才有动力哦 而且呢让对方走上谈判桌 大概都脱离不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 一个无法容忍的僵局 第二个 双方体认靠自己一己的力量 没办法解决这个僵局 第三个 透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和可遇性是高的 可行性就是能谈 可遇性就是谈会比不谈来得好 所以呢 发生的条件 我们刚才提到僵局 我们继续深入看僵局这个部分 僵局怎么制造 往往需要一些小题大做的技巧 谈判的目的在解决僵局 但在解决僵局之前 必须要先创造一个僵局 或维持一个僵局 一定要先把问题变成双方共同的问题 谈判才有可能发生 所以呢 谈判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要小题大做 把自己变大的方法有三个 怎么小题大做呢 第一个 议题增加 也就是议题的数目增加 比如说 当你去买杯子 买一个不能杀价 但我一次买十个能不能杀价呢 那就不一定咯 第二个 小题大做的第二个 运用挂钩战术 比如说 对方跟我们谈假议题 那这个假议题 是我们比较弱的项目 结果人家不愿意跟我们谈 于是呢 我们就把自己比较强的议题挂进来 比如说很多买卖之间 做报价 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技巧 如果呢 我们要反制挂钩的战术 那就要去避免 要无端碰触一些新的议题 外国有些谚语说 如果那条狗是睡着的 就不要把他吵醒 那其实我们常常说 在谈判或人际沟通当中 严多必失嘛 别人没想到的问题 你全部都提醒他 难怪会越来越复杂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那还有一点蛮有趣的 在挂钩的部分有分两个 一个正向的挂钩 一个负向的挂钩 就分别是惨媚跟勒索 什么意思呢 以对我们不利 对对方有利的事情 作为挂钩 叫做惨媚 反过来说 如果用对方不利的挂钩 作为战术 叫做勒索 那使用勒索战术 要让对方相信 我们是不理性的 才能奏效 而且这样的战术 只能使用一两次 简单来说 惨媚就是 你如果给我我要的 我就给你更多 叫做惨媚 也就是说 老板你卖便宜给我 你卖便宜一点给我 我就买多一点 那所谓的勒索就是什么 所谓的勒索就是 如果你不给我我要的 我就伤害你 或者是我就不给你 你也要的 那当然 比如说勒索最明显的 就是在两性 男女之间 比如说 男生闹 这个女生闹分手 男生闹就闹自杀 对不对 你要离开我 我就自杀 但这个时候前提 就是刚才讲的 男生一定要让女生 相信他是不理性的 这样的勒索才有效 但是你每次都这样做 我看也没人会理你了 当然这个例子 可是也可能有点差 但是呢 举个例子 让大家能够了解 所以刘教授建议我们 如果你是弱的一方 应该多用惨媚 少用勒索 这样的成功几率会大一些 小提大做的第三个 把情势提高 那怎么样把情势提高呢 其实这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方式 造成继承事实 比如说 弱的一方 常求强的一方 答应某一件事情 如果强的一方不答应 弱的一方就可能先下手为强 造成继承事实 然后迫使对方接受继承的结果 那为什么继承事实会成功 因为呢 当他在创造继承事实的时候 他先闪避强的地方 就让强的地方 强的那一边 找不到弱的这一边 也就是说切断了沟通的管道 那我们说在很多官说的例子都会这样子 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务员 那有人跟你官说 那这个时候你又害怕这个人情的部分 但是你又不愿意接受这个官说 通常就会切断沟通管道 你让对方找不到你 一直到事实造成的时候 这时候他看到你 你可以死皮大人跟他说 我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事实已经造成 已经无法改变了 所以我们说 谈判发生的条件 在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小题大做的部分 就这三个部分 那发生的条件呢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如果呢 两兆强的跟弱的是很绝对的 绝对的强加绝对的弱 其实也没什么谈判的必要 所以通常弱的那一方 他会用结盟的方式 所以发生条件当中有一个提到 就是说结盟使弱者反而变成强者 但是在结盟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几个地方 第一个结盟不是人数越多越好 要刚刚好就可以了 足以发挥力量制胜 就是最好的结盟 所以呢 还有一点是 需求决定谈判的权利 千万记得 不要让人家知道的资讯 就绝对不要让别人知道 否则权利就会像春天的雪一样 逐渐消融而不自觉 所以在情报的管控 也是相当的重要 那刚才提到 结盟如果这个盟啊 太大就容易造成 内部意见的分歧 反而是一个负面的结果 好 在谈判发生的条件当中呢 刘教授还提到 如果你这时候是一个强者 当你碰到一个弱者 不断的变大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反制 反击呢 我们来看 有一种强者 可以制造僵局的方法 就是断然拒绝 不给理由 而且最好 不要刻意去掰一些 不成熟的理由 以免对方 一旦把这些理由 搏倒之后 这时候强的一边 会发现自己 没有任何理由 再去阻挡弱的一边 所以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给任何理由 这样子永远就不会被搏倒 断然拒绝之后呢 强的一边 再把自己放在一个 非常安全的位置 来静静的等候 对方下一步的反应 并且针对对方的回应 去做一个具体的对策 那我们就说 其实如果权力在你手上 当你的 比如说部署 问你 这个部分 为什么不能加薪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你的方法 刚刚举的例子 就是你就断然拒绝 不能加 就是不能加 决定权在我身上 我说不能加 就不能加 这时候你说 因为你的工作 可能呢 这个贡献 或者是因为你不够认真 谁不能加 那这时候他听完之后 他加倍认真 结果他加倍认不认完之后 你是不是就得帮他加薪了呢 所以呢 各位 这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拥有 绝对权力的人来说 有时候为了自保啊 为了一些事情 得一个有效的进行 或者是为了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一个资源的浪费 断然拒绝 不给理由 是一个强者 可以保护自己 锁住自己 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我们说 强者真正的困难 应该哦 不是刚刚讲的那个部分 最可怕的是 如果面对一个 逐渐扩大的弱者 那你怎么去判断 这个弱者的扩大 是暂时的现象 还是一个趋势 如果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那当然 避震风头就过了 但如果是个趋势 在他的资源跟筹码 会越来越大的状况之下 那你如何去做调整呢 这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哦 我们就说 在当弱的一边 不断变大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去判断 时间是站在哪一边的 当然要判断这个部分 其实是一件 不大容易的事情哦 在分不清楚 究竟时间 对谁有利的情况之下 最好的方法就是 先开始谈 一边谈 一边修正 这样子才不会错失 任何先机 就比如说 我们在等公车的时候 可能你等了十分钟 二十分钟 这时候你心里开始挣扎 我要不要继续等下去 还是我直接燃计人车 结果呢 有可能一个想法是 我都已经等了二十分钟了 这时候如果再过五分钟 公车就来 结果这时候我跳上计程车 那不是很可惜 结果呢 你可能就等了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 就等一等到四十分钟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都已经等了四十分钟 这时候要坐计程车 那我那四十分钟 不是白等了吗 虽然我们说 人有时候很矛盾 这个是讲一个小例子 但如果你碰到 真实的谈判情境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 跟等公车 坐计程车一样 你是不是要随时去 去修订 或修正你的一个目标 但最重要一点是 你要的是什么 想要把它弄清楚 所以我们说 有时候强者碰到的一个状况 还不只是如此 碰到的状况是 强者很想要解决一个问题 但是弱者不谈 弱者来个相应不理 那这时候怎么办 弱者有可能一个状况 是因为他不敢谈 那这时候呢 可以做几件事情 强者可以第一个 靠教育 教育弱者 让他们有信心 进行谈判 有些人不敢谈 是因为他们 他们有相关的知识 你可以派人去教训他们 相关的知识 之后让他们敢跟你谈 第二个呢 就是先签订不平等条约 故意先示弱 让弱者先相信强的一边 并且视为敢于谈判的定心丸 也就是说 明摆着怎么样 我今天比较强 你比较弱 我跟你谈的时候 我先跟你签订一个条约 而这个条约都是保障你 那这个时候 你先立于不戴的状况之下 你自然就会比较敢跟我谈 这样子 第三个呢 促成弱者敢于谈判的 还有一个部分 第三个叫做 有时候漏一些破绽 不要让自己 感觉是无懈可及的 强者呢 有时候可以展现自己 比较人性化的一面 降低弱者的戒心 这也是个方法 第四个呢 如果是外交谈判 强的一边 有时候也要帮弱的 第一边放大 也要帮他把这个情势变大 那这个时候 在两兆都有相对的一个 力量的状况之下 谈判才会进行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谈判发生的条件 刚刚谈到僵局 刚刚谈到弱者跟强者的关系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光有僵局 刚有弱者跟强者 也是不充分的 所以呢 这时候刘夏要提到 僵局他有一个条件叫做 只靠一方 没办法解决这样的僵局 那这样的僵局 才是一个谈判 必要发生的条件 更明确的说 就是双方体认到 单靠一己之力 无法单独解决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要帮助 对方认清情势 了解自己的筹码 而对方之所以 没有这样的体认 通常是因为 他有过度的自信 这样的资讯 可能是他自己的幻觉 夜郎自大啦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闷对方一下 让对方了解事实 那怎么闷呢 第一个 靠的是我们有本钱 闷的过程 意味着僵局 即将会持续 双方都要去付出 相对的成本 但是如果我强 你弱 但是你不觉得你弱 所以我们同时都在闷 而在闷的过程当中 我们双方都在消耗资源 但是因为我强 我可以消耗的比你久 所以当你消耗 差不多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愿意跟我谈 所以呢 这个是谈判发生的第二条件 那当然啦 我们刚才有提到 谈判发生 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第三个 叫做谈判的吸引力 可行性 可遇性 我们说 透过谈判解决问题 必须是可行的 比较好的 这时候谈判才有吸引力 谈判也才会发生 完全不给对方入走 叫做否定据 但是呢 对方答应 开出的条件 你完全答应 也叫做长驱直入 那这个也是不必要的 所以呢 谈判 它不是肯定据 也不是否定据 它是条件据 谈判呢 其实不怕先开价 只要了解行情 通常呢 价开的比较高 成交价也会比较高 很明显的哦 我们对成交的期待 会受到对方开价的影响 所以呢 谈判的道理哦 没有其他的部分 就是我们怎么开门 跟关门 我们怎么推动别人 或者我们怎么锁住自己 所以呢 有时候呢 我们要创造谈判的吸引力的时候 可以呢 比如说 给对方一点甜头 怎么谈 或者是跟我们谈 才划算 就是呢 可遇性 可遇性指的就是 谈要比不谈来得好 或者是跟我们谈 会比跟别人谈来得好 那要让别人觉得 跟我们谈很好 当然就是给他一点甜头 甜头 当然有虚的 也有实的 那比如说 虚的甜头 是给对方一个大饼 创造一个愿景 那相信这个愿景 是可以借由谈判完成的 那实质呢 就是给他一点小小的好处 具体的 看得到的 他可以马上带回去交差的 那当然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常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呢 认定 当我们的让步的时候 对方一定会感激 但是谈判的时候 其实是不能一厢情愿的 有时候要花时间了解 对方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时候我们的让步 才能投其所好 否则让了也是白让 所以我们知道 谈判的吸引力 这个时候我们说 权力是一个流动的性质 权力不是固定的 强者非很强 弱者也非很弱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观察一些契机 那对方 对方的这个契机 我们对于这个契机的判断 我们要从几个部分 对方的 我方的 去做一个综合的评断 这时候我们才会去了解 谈判的时机到了没有 那我们说 我们要抓住 他的这个筹码 或者态度改变的那一刻 而进入谈判的情境 他这边 刘教授就提出 五大改变的契机 这五大改变的契机 分别是第一个 人的改变 比如说 当一个谈判的一个情境 当决策者改变 当谈判者改变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谈判的策略 或者是需求跟方向 可能也会改变 所以当谈判的对象 或者是谈判的双方 在人的部分 有些改变的时候 那往往是一个 重新建立谈判的 一个很好的时机 第二个 态度的改变 人的改变看得见 但是态度的改变 是看不见的 这时候只有一个方法 叫做贴上去 贴上去的意思是 保持接触 不断的发问 你才会知道 他什么时候 对于某些事情的态度 是有所改变 第三个 双方的权力大小 在改变 比如说呢 有一些人 他刚升职了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这个关键技术 刚被发明了 那这时候 你掌握了这个 关键技术 或者是你刚 晋升一个新的职位的时候 这时候 你的权力大小 就会有所改变 当权力大小 有所改变的时候 有可能是原本弱的地方 变强了 就变得敢谈判 或者是原本强的一方 变弱的 让他不得不谈判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个时机 而进入谈判的情境 第四个 还有一个叫做 外在环境的改变 比如说 当环保议题 兴起的时候 跟环保相关的话题 就是一个很好 谈判的筹码 第五个 议题的改变 有时候换个话题谈 往往会开出 另外一个新局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五个改变的契机 有时候是分别发生的 但有时候是同时发生的 很难加以区隔 不过呢 了解有这几个契机的存在 会可以帮助我们知道 怎么样去打开这个僵局 所以呢 在谈判发生的条件 最后一个 刘教授有提到 在我们进入谈判 和促成谈判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对方的虚与据 虚是需求的虚 据是惧怕的据 就是他要什么 和他怕什么 所以呢 我们就提到 可遇性 指的不只是对方要什么 同时也必须了解 对方怕什么 要一并考量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说 先例和特例的区分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呢 我们让步了 让别人也可以有样学样 那就变得开一个先例 那就糟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们让所有人知道 我们让步是特例 那当然就不会有下一次了 所以呢 最后 在谈判的条件的部分 刘教授有说到 一个无法容忍的僵局 是不谈判的成本 如果不谈判 这个僵局 就会持续 所以呢 这个僵局是把对方 推上谈判桌的推力 那谈判的可行性与可遇性 是谈判的效益 也就是说 谈了之后会有什么好处 是把对方 拉上谈判桌的拉力 那谈判要构成 这么一推一拉之间 就可以创造出 谈判的天使跟地利 所以呢 各位 在我们的语音档的 第一个部分 为各位导读 谈判圣经的前两章 那希望呢 这个内容哦 除了各位好好去体会之外 可以亲自看这本书 把它当成是你面对 谈判情境的叫战守则 那我是欧雅科技的教育总监 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 那我们第一个阶段的语音档 到这边 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推动 书香社会阅读人生 再会 各位阅读基因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欧雅科技教育总监 凯宇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的是 谈判圣经 这本书的第二段语音档 第二段语音档 包含是他内容的第三章到第六章 分别是你是强者还是弱者 如何准备谈判 谈判与情报 让步的艺术 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三章部分 你是强者还是弱者 在刘教授的很多演讲当中 他常会举个例子 叫做两车对峙 狭路相逢 我们如何让别人让 而我们不让 所以呢 在你是强者还是弱者 判断指标上面 有几个部分 分别是比如说 惩罚对方的能力 你有没有承受惩罚的能力 法理站在哪一边 时间站在哪一边 你有没有办法造成事实 而可以耍赖到底 你有没有办法操纵对方的认知 你会不会运用报酬 你懂不懂得运用资讯 情报的战争 或者是操作不实的资讯 所以我们来看哦 第一个我们就来研究 你有没有惩罚对方的能力呢 那其实呢 拥有惩罚对方的能力 是谈判力量的第一个要件 最好的惩罚方式 是让对方觉得你是被逼的 如果一定要严厉惩罚 不妨用慢慢加码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将冲突升高 让对方相信 我们不是开玩笑的 那至于要不要告诉对方 我们容忍的底线 那在明确告诉他 和不明确告诉他 都有缺点的情况之下 最好的方法就是 战略明确 而战术模糊 也就是明确的告诉对方 我们可以容忍的底线在哪里 但是对方一旦碰触到 我们底线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反应 会有所保留 那我们回归到 刚刚开头举的例子 所以惩罚对方的能力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 两车对峙 狭路相逢的时候 我的是一个破车 烂车 你的是一个宾室车 那如果你硬是要给我挤的话 我从你旁边 慢慢磨蹭过去的时候 其实两台车都会被刮花 但是刮花对我来说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刮花对你来说 你的板筋各方面 却让你心痛的不得了 所以这就要 惩罚对方的能力 那我们再来看 惩罚对方会有三种方式 哪三种方式叫做惩罚对方呢 第一个叫做剥夺对方的好处 第二个 伤害把一些不好的地方 或者不好的东西 加注在对方身上 那就像刚刚说的 反正一样要刮花 我刮花你的车我没有感觉 但是你心痛的要命 那第三个 惩罚对方第三个方式就是 让对方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是惩罚对方的能力 你可以看看 你在谈判的情境当中 你有没有惩罚对方的能力 决定你是强者还是弱者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你是强者还是弱者当中 有一个叫做 你有没有承受惩罚的能力 那拥有承受惩罚的能力 也是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筹码 在这边比的是 比谁能够承受惩罚 所以我们发现 通常越有退路的一方 在谈判的时候 所握有的权力也就越大 那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到底应该 砍别人的退路 还是增加自己的退路呢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那由于砍对方的退路 往往会产生两败俱伤的结局 更何况就算我们想砍 也不见得能够封杀的很完全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增加自己的退路 比较保险 所以呢 同样的道理是 我们说两车对峙 狭路相逢 那如果呢 刚刚的情境倒过来 我们一样是一台烂车 它是好车 但是它硬是要挤过来 那我们说硬是要挤过来 它的成本比我们成本来要高 所以呢 我们有充分接受惩罚的能力 所以呢 你到底是强者还是弱者 有时候不在于你的车子好还是不好 是在你那个情境之下 你有没有惩罚对方的能力 或者是承受惩罚的能力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蛮有趣的 再来呢 你是强者还是弱者 有一个地方也是可以考量 叫做法理站在哪一边 在谈判桌上 越合法的一方 就越能拒绝让步 并且能进一步去操纵对方的期待 比如说两车对峙 狭路相逢 明白的是单行道 而它逆向行驶 法理站在你这边 你当然可以理所当然的 说不让就不让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时间站在哪一边呢 承受不了时间压力的一方 往往为了要让谈判如期的结束 会做出一些很不得已的让步 但是要判断 时间筹码了多少 要需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和一个清醒的头脑 不然呢 只有先开始谈 然后呢 在且战且首之间去做逐步的修正 所以呢 刚刚举的例子 同样的道理是 一方赶时间 另外一方不赶时间 那很明显的 不赶时间的那一方 拥有比较大的权力 那赶时间的那一方 要嘛就只能硬着头皮去拜托 或者是硬着头皮呢 改道而行 好 所以呢 我们再看 接下来一个部分 来判断你是强者还是弱者 叫做造成事实耍赖到底 那造成事实耍赖到底 有一个部分叫做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通常是拒绝让步的好理由 虽然相当的无赖哦 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拉下你的面子 对方也只能自然而退 比如说两车对峙 狭路相逢 非常简单一点是 我不会倒车 那我不会倒车 我想让也没得让 这叫做造成事实耍赖到底 没有能力的部分 蛮有趣的哦 各位可以看看 那你是强者还是弱者 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操纵对方的认知 那操纵对方的认知当中 刘教授他这边用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蛮有趣的 美国总统林肯 有一次呢 他驾着一部马车 跟另外一部马车 一样狭路相逢 那是个晚上的时间哦 那这时候林肯就站起来 在他的马车上面呢 那撒着月光的一个夜晚 林肯他很瘦长的身躯哦 在整个月光之下 拉着一个很长的影子 那加上呢 林肯他的长相 其实是非常的丑哦 所以呢 在那个情境之下 他站起来 而指着对方的一个 这个马车的车夫说 你让不让 就这时候呢 开玩笑 对方看到这是什么来头啊 看起来又怪恐怖一把的 所以呢 只好让了 结果呢 当对方让林肯这个路的时候呢 当对方双方在挫车的时候 这时候马夫哦 这个马车的车夫哦 他非常不服气 回头问林肯一句话 他问林肯说 如果刚刚我不让你这个路 那你会怎么做 结果林肯说了一句话 叫做 如果你不让 那我就让 所以呢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往往不是跟对方谈判 而是跟我们所看到 或者我们所认为的 对方在谈判 你有发现刚刚的例子 其实林肯如果你不让 我就让 但是那个马车的车夫 他为什么会让呢 因为马车车夫认为 对方是一个狠角色 所以当然要让嘛 所以呢 我们说操纵对方的认知 也是一个非常有效 来判断强者还是弱者 或者创造出强者 还是弱者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知道 这些认知不是凭空而来 是根据很多的资讯 很多相关的 这个记录 行为 声望 各方面去做判断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成为强者跟弱者 还有一个部分是 运用报酬 妙出不尽 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呢 希望对方让步 可以给他一些报酬 那要给报酬 我们必须先 确定一件事情是 我们拥有 对方想要的资源 唯有对方想要 这才能算是报酬 虽然呢 拥有对方想要的资源 相当的重要 但真正的关键 还不在于 我们是不是真的拥有 而关键在于下 人家相不相信 我们有 如果我们有 而对方不相信 我们有 那有人也等于白有 但如果我们没有 对方相信 我们有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些 时间跟空间的资源 可以去做操弄 而报酬之所以 能发生作用 还在于 我们有没有真的给别人 如果我们先给了 那还有什么能力 逼对方顺从呢 所以运用报酬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我们知道 现代的时代是 资讯的战争 也是一个情报的时代 那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交换资讯的过程 透过选择性的资讯 去传递 去影响对方 对情势的认知 然后呢 有时候也不免 要透露出一些 不实的讯息 一般而言呢 我们认为谈判 可以给一些 不实的讯息 比如说 当两车对峙 狭路相逢 我们要让对方 让的时候非常简单 我们告诉对方 我们赶着去医院 即便呢 你不是真的要去医院 但通常 对方如果在没有 特殊状况之下 听到你是要去医院的话 那通常 他都会让你过去 但是呢 我们说这种 不实的讯息 不能说的太多 因为谎话 如果说的太多 可能连自己都搞糊涂了 所以呢 这个要特别注意 但我们知道 资讯还有一个部分是 谈判的时候 谁越有专业知识 那谁就可以 越容易的稳住自己 拒绝让步 不过我们通常 不是要让大家没事去掉书袋 让人家会觉得 对方我们 会让别人觉得 我们很傲慢 很这个 很很这个 很很很 很做做这样子 那比较好的也是 拿专业知识 当做是盾牌 让人家没办法攻击我们 我们就不跟他们 做辩论的动作 那如果对方 咄咄逼人 我们就拿出专业知识 来锁住自己 不要让对方 得寸进尺 所以我们总结来看 谈判的十种权利 跟十种战术 在这十种权利当中 有资源的 也有战术的 也有资源跟战术并用的 资源要尽量累积 战术的要需要练习 所以呢各位 如果我们只光学习谈判 但是不累积自己的资源 弱者也不可能变成强者 但反过来 如果你有一堆资源 但不练习谈判的战术 就是空有一身力量 但是无从发挥 我们刚才看 你刚才听到那些 属于资源的部分 有承受惩罚的能力 合法性 时间 和你 对方喜不喜欢你 这就属于你的资源 那属于战术的部分呢 叫做继承事实 没有能力 叫做你的战术 那有些部分是资源加战术 比如说惩罚对方的能力 操纵对方的认知 给予对方报酬 给对方资讯 那这个叫做 资源跟战术的综合运用 所以我们来看哦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这种十种权力的来源 我们会发现哦 他们用力的方向 并不一样 谈判就好像两个人 在玩推手一样 那大家都想 把对方的 这个位置挪动 当我们力量够强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力量 用在自己的手上 去推对方 但如果我们力量不够强 那我们就把力量 用在脚上 来锁住自己 来稳住自己 让对方知难而退 反正结果是相同的 对方一样会后退 那每次上谈判桌之前 最好都用十种的战术 模拟权衡一遍 而针对不同的议题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对象 可能会产生 不同的权力关系 因此呢 就应该哦 谈判的一个权力因素 我们要去好好去考量 而且呢 针对每一个可能的客观因素 再去做再次的确认跟决策 所以我们知道 谈判 它一向就是一个权力的游戏 权力到底在谁的身上 资源到底在谁的身上 谁有决定权而谁可以去推动对方而锁住自己 往往就是谈判 谁是强者跟弱者 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因素 那我们就进入第四章 如何准备谈判 如果准备谈判的部分呢 我们先大纲的部分 先跟各位做个引导 刘教授在这个内容当中他提到 准备谈判之前 你要先决定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要先决定 有哪些人上谈判桌 那你要先去安排好 黑脸白脸的配套 那当然了 在准备谈判的时候 在法律的部分 那知法事法的部分 那是不是你必须要先掌握先机呢 再来 在准备谈判的部分的时候 议程怎么安排 那巧妙 这就是充满了一个变化 你必须要先做规划的 最后呢 在准备谈判的部分呢 选择合一的谈判时间 那也是准备谈判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 在准备谈判当中 决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谈判没有说一定要赢的 谈判的结果有四种 第一种赢 第二种合 就双方各让一步 也许这一步不对称 但只要我们觉得 没有很大的牺牲 也可以算合 或者是输 输就是按照对方的条件 然后我们达成协议 或者是一种谈判的结果 叫做破裂 一拍两散 那在谈判之前呢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大小 去排列一下 你到底是想赢 想输 想合 还是想破裂 有时候赢 是第一优先 但有时候以和为贵 放长线 钓大鱼 甚至于有时候 把输 摆在第一顺位 因为呢 或者是有时候 想要错错对方的锐气 期待更好的条件 所以故意把谈判搞得很 搞得很僵 然后呢 把整个谈判的局面 把它变成是一个破裂的结果 所以呢 我们光决定要什么还不够 我们还要去设想 如果我们自己 在谈判的情境之下 我们的底线没有守住的话 那还有什么备案 所以也就是说 在我们准备跟别人谈判的时候 我们手上有哪些牌 有哪些筹码 那我们都必须要弄得非常清楚 而且要随时准备 换牌 换筹码 这才是谈判准备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潜质作业 那潜质作业 刚刚有提到 除了 我们要什么结果 要赢 要合 要输 要破裂之外呢 我们还要去决定 有哪些人一起上谈判桌 刘教授这边有提到 上谈判桌的人不必多 但是一定要对谈判的主题 有充分的了解 在谈判桌上 其实不是民主政治 所以领导人做决定之前 大家虽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一旦做决定之后 其他配合谈判的人就不要放炮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选人上谈判桌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人是不能太自我的 谈判讲的是团队的精神 如果有人天天想做英雄 那怎么样跟别人合作呢 为了谈判的一个默契的培养 谈判代表一定要先分队演练 大家先喂喂招 然后呢演练之后 谈判桌上才会有这种 所谓的首尾互相呼应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很多人就说 谈判的队伍应该把它训练成为 像孙子兵法当中说的长山之蛇一样 长山之蛇是怎样呢 及其手则尾字 及其尾则手字 及其中则首尾皆知 也就是说强调一个东西 叫做灵活性 虽然在谈判 哪些人上桌 除了开口的人之外呢 除了跟别人洽谈的那个人之外 谈判桌上还要准备一个观察员 因为我们通常 开口的人 常常没有时间 没有精神 能够去注意到周遭 周遭环境的变化 或者是感觉对方阵营 在气氛上 立场上的微妙变化 所以这时候需要一个观察者 帮我们随时留意整个情势 通常会找那种最有经验的老鸟来担任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谈判是可以叫停的 注意啊 你是可以直接叫停 而不是请示对方 去询问对方可不可以停 而是要告诉对方 我们需要时间思考一下 这部分的素养是很重要 很多人在跟别人谈条件的时候 其实当碰到一些不大对劲的时候 其实需要暂缓 然后呢 先停下来 先思考清楚的时候 反而呢 没有这样的素养 不知道可以直接告诉对方 我们需要时间思考 反而请示对方 那请示对方 对方万一不答应 那不是硬着头皮继续谈 谈的结果是自己不要的 那不是 岂不是非常的损失 损失惨重 所以这很重要 再来呢 谈判的准备 在谈判 在进入谈判情境之前呢 我们要先准备好 黑脸白脸 我们说谈判有时候 会去唱黑脸唱白脸 通常呢 是下黑上白 也就底下做事人是唱黑脸 然后最高领导人唱白脸 因为N出以上嘛 这样才能演绎出完美的戏 黑脸要配白脸 那白脸到底要不要配黑脸呢 其实白脸如果象征的是怀柔 像是在态度上面 同情对方 那这种白脸就不用准备黑脸 但如果白脸所代表的是 我真的要让步给你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黑脸 做一个所谓的停损 做一个底线 所以呢 黑白常常要搭配来演练 才能配合的这个合作无间 扮演黑脸和扮演白脸 除了演练之外 还要去约定好一些所谓的谈判语言 知道什么时候要接对方的话 知道什么时候黑脸要蹦出来 知道什么时候白脸要出来打个原场 再来呢 谈判的准备 在法律的部分 我们要事先对法律有透彻的了解 因为这往往是谈判桌上致命武器 但是我们要提醒所有的人 律师呢 只能做我们的口 不能做我们的脑 因为律师考虑的 常常只是法律的专业 但是呢 身为一个谈判者 必须顾虑到的是整个大局 或者是我们自身的利益 所以呢 法律很重要 但是存以法律的考量 却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也就是说 其实对法律来说的话 它可能会有 违法不违法的问题 但是对于谈判来说的话 违法和不犯法 其实它是里面会有一些 模糊的空间 甚至于说 我们知道这么做会犯法 但是我可能会被罚款 但是我就先承受这个罚款 我把这个罚款当作是我 必须要承受的成本之一 但是我可以换取我要的时间 空间或者是资源 所以这就是单纯 以法律的角度来看 可能没有办法去顾虑到的点 再来 我们说谈判准备在议程的部分 议程怎么排呢 谈判如果是先谈 然后后协议 则呢 这个有议程的战术 在里面要做考量 议程战术的巧妙运用 将有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 那通常的刘教授是建议 我们在谈判议程的排列 要先减后凡 容易的先谈 这样子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也比较能够让对方相信 透过谈判解决问题 是可能完成的 但是要注意一点 这边所谓的难跟议 不是重要不重要 是两个不同的考量 因为有时候对双方来说 很重要的定义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对于能不能谈成 或者是有些议题的难易度 那可能双方的观点会比较一致 所以基本上议程的排列 先从简单容易达成共识的先谈 再从一些比较复杂 或者是利益冲突比较大的 再去做后面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呢 在谈判的准备 我们就要看时间的因素 决定谈判的时间有两个考虑 第一个是大环境的环环相扣 第二个是自己的体能状况 根据自己不同的生理状况 选择不同的谈判的时间 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新极其谈判也要注意一下 通常周一和周五不大适合 周一我们知道刚上班大家忙得要命 周五大家等着去放假了 所以呢通常周一到周五 周一和周五是不大适合的 那我们说大环境 有些谈判 比如说这个有些谈判是有季节性的 比如说你就是 比如说OK 比如说在圣诞节 那我们知道台湾代工很多的 这种圣诞的灯泡 那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你的工厂已经做了一堆 结果呢你都还没有确定订单 距离圣诞节越来越近 那你是对你来说越来越不利吗 所以这种事情是不是你越早谈越好 但反过来说 如果对于一个工厂 或者是一个通路商而言 距离圣诞节越来越近 他越来他对他来说 他如果找不到供应供应的来源的话 那对他来说是不是 他必须要花更多的钱找到货源 才有办法销售这个商品 所以呢他没有绝对 但是呢那那相对的问题 权力之间怎么流动 就是谈判当中 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素养 好我们进入第五章 谈判与情报 其实呢 谈判除了权力的战争之外呢 其实他背后往往就是一个情报的战争 我们说这叫资讯不对称 谁拥有比较多的资讯 谁拥有正确或精确 或者是关键的资讯 谁就往往可以主导谈判的过程和结果 所以我们来看哦 如何收集情报呢 谈判前的收集情报 是谈判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除了必要的资讯之外 谈判桌上的一切动静 也是很重要的情报 而且发问是收集情报最直接的方式 如果半途而废就非常的可惜 谈判前的情报收集非常重要 情报越多 我们对全盘就越能够了解 也越有自信 而且收集情报的时候 我们可以列出清单 有时候我们常常是念头是一闪即逝啦 就是说你有想到要收集这个 但你没有记下来 那往往你可能到关键时刻你就忘记了 所以对一些初心大意 或者是刚踏入谈判领域的人 是非常实用的列清单 但是呢 谈判与情报的部分要小心 其实情报也有可能会有盲点 情报收集的工作做得再好 决策的人不免会有一些情报盲点 所以呢 鼓励部署将资讯往上报 是绝对需要的 但如果做部署的人哦 这个又不能哦 把大小资讯全部往上丢 那因为会造成很麻烦的一个状况 没办法处理 那怎么取舍呢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学者提出了 经理人应该知道的情报 六个原则 那这个六个原则是经理人的部分 就是一个企业的经理人 那各位可以做参考 第一个 公司内有无员工 是任何严重犯罪行为受害者 比如说绑票 威胁 勒索 第二个呢 公司员工当中 有没有任何人遭过到 遭受到任何的这个意外灾难 第三个 公司当中有没有任何丑闻 或潜在的问题 足以影响到公司的商欲 或者让对手有机可乘 那第四个 是否有跟我们有关的公司 对手或者买主 在发生财务的困难 或者是频临破产 第五个 是否有任何国际 或者国内的新闻发生 而这又是坐在这个位置的人 应该知道的 第六个 是否有生意上的朋友 或者他们家人 刚过完人生当中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比如说结婚 弄瓦弄脏 去世 那我们知道 收集情报的部分 这个盲点 我相信这六个是很全面的 那可以克服掉一些部分 那接下来 情报也可以从肢体语言 来做研判 但是呢 肢体语言 我们往往容易误判 因为肢体语言 在谈判行为当中 可以用作解读对方的指标 但很容易做一些错误的解读 由于肢体语言 有时候可以作为 对方谈判行为的指标 但有时候又不行 它有很强的一个条件论在里面 所以我们比较主张 审慎的观察 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观察 我们才能对某一谈判 对象的特定行为 去做一个比较可靠的解释 那当然了 在情报的部分 有一个部分是 当情报在流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时候可以叫停 谈判的过程当中 叫停可能往往是去整理 属于我们能掌握到的情报 怎么样再做下一步的动作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叫停的技巧是什么呢 谈判叫停通常有主谈者 向对方来提出 而且不必等 对方同意就可以叫停了 观察者如果发现重大的讯息 可以向主谈者暗示叫停 叫停是谈判者的权利 但运用时候要注意技巧跟礼貌 而且要避免船指条件的小动作 以免造成双方的恼怒和猜疑 那有一些学者建议 观察员和主谈者之间 不妨可以设计一些暗号 那这些暗号一出来之后呢 这个就可以由主谈者叫停 那在一般的惯例上面 叫停的时候应该由主队出去 那不管是谁叫停 就是这个东道主 他出去会议室 将会议室留给客队 那暂停完毕之后再回到会议桌上 而且由当初叫停的那队先提议 这是很重要 因为你当初叫停的嘛 你无缘无故叫停 结果呢 回到谈判桌上 你自己又不说话 这是一些很矛盾的事情 那我们说 在谈判当中 情报是很重要的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刻意 给别人一些情报 那怎么给呢 谈判的时候不能全部讲真话 但也不能全部讲假话 虚虚实实 以达成虚张声势 声东极西的效果 这就是谈判的技巧 为了避免一下子满盘皆输 谈判开始的时候 就要降低对方的期待 提供错误的资讯 是必要的工作之一 那虚张声势的情报游戏 有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我们怎么虚张真事呢 第一个叫做假装 我们有这个意图 虽然我们假装有这个意图 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要去做我们嘴巴说的这件事情 第二个呢 是假装我们有这个能力 那其实呢 事实上我们没有自己说这么强 所以呢 在意图上的虚张声势是一种恫吓 假装我们有一种意图 等于是有点吓吓你 那如果呢 假装我们有这个能力 那其实就是所谓的自我膨胀 那这两个虚张声势构成了三个层次 哪三个层次呢 第一个 资源上面的虚张声势 就是说我们告诉对方 我们拥有多少资源 那其实我们未必有 第二个 依赖上的虚张声势 就是告诉对方 他们有多需要我们的资源 但其实未必有 第三个 制裁上面的虚张声势 告诉对方 我们将会如何运用这些资源 去制裁他 那其实我们未必想这么做 所以呢 这三个层次的虚张声势 是互相依赖的 当我们做制裁上面的恫吓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是真的 对于我们的资源 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对方真的对我们的资源有所依赖 换句话说 当我们在虚张声势 张牙舞爪的时候 最好不能全部是假的 必须有几分真几分假 这样子才会减少风险 一个确实拥有资源的制裁 和恫吓 要比一个买空卖空的恫吓来的 更能够让人信任 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道理 就有些部分是真的 有些部分可能是有待查证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虚张声势 才会有效 还有一个因素 我们之所以虚张声势会有效 也是在于 对方知道我们有多少 就是对方对我们的资讯 掌握程度如何 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所要收集的情报 不只包括对方的底子 就对方的意图 对方的资源 还要设法知道对方到底知道我们多少 以及对方知不知道我们对他了解多少 所以到底要知道哪些呢 第一个要知道对方的资源 要知道对方的条件 要知道对方的状况 第二个呢 要知道对方对我们知道的多少 第三个 对方知不知道我们对他知道的多少 这不是道口令 这就是我们在准备谈判 或者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 在资讯战争当中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三个考量点 所以呢 从情报的角度来看 恫吓或者虚张声势 也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式 那当然啦 在这个资讯的部分呢 他最后有提到 选择说谎不如选择沉默 谈判的时候有时候是真真假假 那如果必须要这么去操弄的话 宁可有时候选择性的说真话 为了避免呢 勉强说话而露出破绽 所以呢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选择性的事实 其实是谈判的战术 这种情报的传递 有助于互信的建立 而且这种选择性的事实 通常也是宣传高手 常用的招数 在谈判上具有相当的魔力 大家可以多练习 也就是说 两方如果在谈判的时候 比如说做一些买卖的谈判 那当做一些买卖的谈判的时候呢 可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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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方啊 卖方的代表 跟买方的代表说 我可以给你的底线就是这个 比如说他拿一张纸给他看 那上面有很多数字 那其中呢 可能呢 有一个关键的数字 把它遮住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 这个卖方就告诉买方说 我所有的资讯都可以给你看 就这个不能给你看 这叫做选择性的事实 往往呢 我全盘告诉你 我全盘给你看 往往你不相信 真的像假的一样 但是呢 我把它遮一点 那假的就跟真的一样 这其实是人性上面 内在的一个运作 很妙的一点 所以呢 他最后呢 其实在这一章 他有举到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蛮有趣的 他说 谈判情报的关系 是非常值得 是这个 非常值得提出讨论 尤其是 有一种情报 叫做装出来的情报 那这个装出来的情报 在这本书的154页 也就是说 美国当年 这个基辛吉 密访大陆的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 各位 我们一起来看 在1971年的时候 基辛吉密访中国大陆 那他那个时候安排 尼克森访问中共 在这件事情上面 和大陆方面有所争执 那当时中共的官员要求 必须是尼克森主动提出 然后呢 由中共来邀请 但是美国呢 表示 必须是中共提出邀请 然后尼克森应邀而来 那双方在这个面子的问题上面 僵持不下 因为尼克森如果是这个 主动要去的话好像是 拜托中共让他去一样 所以呢 双方都有这种面子的问题 结果呢 我们说 周恩来啊 到最后想到一个解决方案 这解决方案蛮妙的 他说 他在双方的联合声明前面 加上一个 knowing that knowing that的意思是 就是中国得知尼克森想来 访问 所以提出邀请 那至于中国为什么会得知尼克森想来访问 那 是不是美国官方的要求 那就全部都模糊带过 让大家都保有面子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这个东西就是蛮好玩的 这个情报是装出来的 因为双方都有面子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大陆就说 我们知道尼克森想来 所以我们提出邀请 那至于怎么知道就不交代了 所以呢 谈判者主动 表示他听到什么情报 然后据此做反应 或者是要求我们做反应 那这个刚刚说到 其实就是一种解套的方式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种陷阱 完全是当时的实际状况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要记住一点哦 对方提出的谣言 是他必须证明谣言为真 我们没有义务去证明谣言为不真 所以呢 有时候呢 碰到这种状况 放轻松一点 看对方反应 这时候自己才不会迷失方向 那最后呢 第六章 第六章谈到的就是让步的艺术 让步的艺术的部分呢 我们说谈判 推推党党之间 有时候我们势必要做一些必要的让步 而让步呢 往往也是可以操纵对方的期待 或者争取我们要的时间跟空间 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所以让步的艺术他提到 第一个 我们要研究的是 我们让步的底线在哪里 第二个我们要研究的是让步的技巧 第三个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出其不意的主动让步 所以我们就分别来看 在让步的艺术当中 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清除自己的底线探求对方的底线 在不断的推推党党当中呢 把我们的协议区就是共同能接受的范围把它扩大 那持之隐恒通常谈判就会有结果 而且呢 如果这个协议区啊 就大家能接受范围越小 达成协议的机会就越渺茫 反过来说 如果协议区如果越大 就越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 所以呢 上谈判桌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摇 先扩大协议区再说 那如何探求双方的一个底线 扩大归扩大 但是我们知道扩大多少 扩大之后的上线下线 那仍在一团迷雾当中 所以呢 我们用两种方法来探求他的底线 第一种方法 推推看 投石问路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先开架 然后看对方的反应 也可以在对方开架以后 挡挡看 看看对方 坚不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们就可以了解 他的底线 或者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底线 他的这个能接受的范围 到底在哪里 第二个 我们可以借由观察 对方让步的方式 由对方让步的方式 去推测他的底线在哪里 然后根据这个 来调整我们的期待 所以呢 提到了让步 让步其实是很有技巧的 让步有三个面向 幅度 速度 跟次数 幅度 应该要递减 次数 要很少 而速度 应该要慢 真正操纵对方 期待的 就是这三个 让步的面向 我们如果让别人知道 我们已经到底了呢 那就是我们 让步的技巧 而给他的讯息 我们来看幅度 通常我们让步 是从开架 往底线的方向 让步 当距离底线 较远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步的 这个空间 还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没有压力 所以让步的幅度 会比较大 可是我们越让步呢 距离这个底线 越近 不知不觉 让步的幅度 就会缩小 而对方就会 借由我们让步的幅度 是否递减 来判断 我们是不是接近了底线 那我们说 这个东西 是除了我们 放消息给他之外 我们也可以操纵 他的期待 那这个应用的部分 各位实际看书 我相信你会更清楚 次数 我们说到底要让几次 让步的次数 为什么要少呢 因为我们让步的次数 如果多的话 对方会觉得我们让步 像母鸡下蛋一样的容易 对于我们继续让步的期待 就会升高 所以即使我们 已经让到底线 对方也不相信 我们已经到底了 再来速度的部分 让步的速度 到底要怎么调节呢 如果让步的速度呢 太快 对方呢 这个要不然就觉得是 其中必有鬼 要不然就认为我们 很有让步的空间 所以会期待我们继续让步 所以让步的速度 应该要慢 但我们说 除了刚刚讲的原则 幅度 速度跟次数之外 其实呢 出其不意的主动让步 有时候在某些状况之下 也会很有效果 因为刚刚提到 让步的速度要慢嘛 这个原则 也有两个例外的状况 第一个 就是我们有想要改变情势的时候 怎么说呢 当对方认定我们不会让步 在这个时候 我们突然主动的让步 会让对方措手不及 我们就可以取得谈判的主控权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人们在谈判的时候 通常会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 或者客观的情势 有一些预期 而且根据这些预期 去准备自己的反应 如果对方出其不意的让步 就像冷不防的推倒骨牌一样 会向他所有后面的预期反应 或者布局全部泡汤 也就是说 他在假设你 不会让的状况之下 他去杀盘推延 但他完全没有推延 一件事情叫做 万一你让步了怎么办 所以呢 往往你突然的让步 会把情势做一个很有效的改变 第二个 以小博大 如果想要以小博大 一定要把数个议题 当作是一盘棋来布局 谈判是取与语 就是这个抓取和给予的艺术 那就弱者来说 他必须随时注意 是怎么给 而不是怎么取 什么都想取 只怕什么都拿不到 一定要先给 先让出去 在人家还没有逼我们给的时候 才能够把给的东西拿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控制 我们给多少 要是被别人逼得节节败退 一直到墙角 才被迫把东西从口袋掏出来 那有可能 那也很有可能 是不是我们想停在哪里 就可以停得下来 怎么说呢 举个例子 可能很多人觉得听起来模糊 比如说双方 买卖双方 对方要求我们让15% 而且这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那我们大可以怎么样 对方虽然要求让15% 但我们一次就给他17% 那对方可能很高兴啊 我们一次多让了2% 但是接着下个议题的时候 这个议题是我们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能让的 但对方不相信我们不能让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 你刚刚没有在push我 没有吧 你没有push我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多让给你 17%都可以让给你 但是现在我绝对 这个部分是我绝对不能让的 你就必须相信我真的不能让 那这有点像是用前面的让步 来凸显自己的原则 守住后面 而使对方不至于 向我们继续施压 那像这种凸显原则的让步 一样不受让步速度 要比较慢的限制 所以我们说 有时候当你资源比较有限的时候 有些东西是你必须要 顾手的堡垒的时候 你可以去牺牲掉其他的部分 来顾手这个你最终 最需要掌握的资源 所以呢各位 第三章到第七章 第二阶段语音档 来为各位探讨谈判圣经的内容 那谈判圣经真的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我们说谈判 在现在来说是一个必要能力 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它也是一个 个人怎么样去面对问题的 很重要的素养 希望呢 在这本书 除了我跟各位的导读之外呢 你可以呢 好好去阅读 好好去咀嚼 那更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推动 书香社会阅读人生的社会使命 我是欧雅科技教育总监 再会 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欧雅科技教育总监 凯宇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 谈判圣经这本书的第三阶段语音档 第三阶段语音档 它其实就是针对谈判这个话题 做一个收尾 分别是他书中内容第七章到第十章 他讨论的主题分别是 锁住自己 谈判战术的原则 和推动谈判与结束谈判 最后一章谈的是谈判与文化 那我们知道呢 在谈判的力量的结构上面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要么我们就把力量专注在推动别人 或者是把力量专注在锁住自己 那我们在之前有谈到 推动别人如何让别人让步 或者是如何去操纵让步的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有哪些部分是可以锁住我们自己 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立场坚定 而不会因为别人的推动而有任何的让步呢 所以我们来看哦 第七章锁住自己的部分 他提到了几个部分 叫做呢 有八种锁住自己正式的方式 那包含接下来呢 他后面会提到 万一如果我们锁住了自己 而对方也紧紧的锁住自己的时候 那怎么办 那他最主要是在铺陈这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进入内容来看 锁住自己守住正式的部分 我们来看哦 如果没有办法操纵对方其他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用些方法来守住自己的正式 也就是锁住自己的技巧 这边提到八个 第一个原则 跟对方强调 如果我们在这个原则弃守 付出的代价太大 所以呢 我们绝对不会退让 倘若最后还是非让不可 一定要把让步变成是特例 而不是先例 这样才能把让步的伤害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啊 你去跟一个老板讨价还价的时候 你要让他知道 是针对你才这么做 如果呢 每一个人跟他讨价还价 他都要这个这个降价求售的话 那他一定是吃不消的 所以呢 原则的部分 这个就是啊 我们可以用原则锁住自己 这个部分是我们不能让的部分 第二部分 我们锁住自己的第二种方法叫民意 因为民情激昂 民意沸腾 所以我们没办法让步 因为我们这一让步之后 我们背后这些老百姓 我们没办法交代 这在选举里面就很多人 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各位你看新闻 或者看政治人物的一些操作 你就会发现哦 第三个 白纸黑字来锁住自己 那其实人啊 总是比较相信 白纸黑字写的东西 所以要谈判的时候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把内部的文件给对方看 让他相信你是不能退的 因为呢 我们自己的内部就是这么规定 这叫白纸黑字 第四个 锁住自己的方法当中 有一个东西很特别 叫做伤害自己 用伤害自己威胁对方 我伤害不了你 我伤害自己总可以吧 但是必须要慎用状况来做选择哦 那怎么说呢 比如说呢 这个我没办法动你 但是呢 我死给你看 这是要伤害自己 那当然有很多国家的难民啊 为了逼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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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其他国家 就范来要接纳这些难民 他就用这些方法 叫伤害自己 让你因为人道立场之下 不得不去接纳他们 那这个部分在国际单间 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第五个 切断自己的退路 这个跟继承事实有点像哦 先把事情大声嚷嚷出来 让大家知道 让所有人相信 包括让对方相信 这个事情已经糟糕天下 没有退后的余地了 这叫做切断自己的退路 第六个 锁住自己的第六个方法 事先授权 那这个在电影里面 或者小说当中 运用的十分广泛 也就是说在谈判之前 将关键的证据 交给对方 找不到第三者 然后呢 也就是说 连本身也没办法更改 事先做好安排 比如说在我们在电影 或小说当中常常看到 一个人呢 这个好人呢 要去跟坏人做谈判 这时候好人先把手上的关键证据交给这个律师 然后呢 这个律师呢 是对方也不知道的 这时候他去谈判的时候 他就会跟对方那个坏人说 如果我在两个小时之内 没有办法到哪个地方 那我的律师就会主动把这个证据交给法官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事先授权 第七者 第七种锁住自己的方式 第三者 第三者可以是真的 也可以是假的 也可以用制度或者期待来作为退路 怎么说呢 比如说当两方在谈判的时候 对方一直要我退让 但我一直不退让 我可以告诉他 因为我们长官绝对不可能答应 我现在可以答应你 但是在我们长官那一关绝对过不了 所以呢 我们用第三者来让对方相信我们是动不了的 第八个锁住自己的方式 叫抽象议题 抽象议题呢 其实就像个人生死荣辱 国家民族大义 祖宗八代清白 这种沉重的负担来锁住自己 和前面几种方式不一样 它是完全没有转环的空间 所以呢 使用上面要特别小心 在谈判的时候 应该尽量不要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 也是这个道理 因为太公开的场合谈判 对方的面子比较容易卡住 也就是说抽象的议题比较多 也比较难让步 真的在必要的场合谈判的时候 也要避免对方老在那里重复他的立场 毕竟呢 对方如果立场多从嘴巴里面讲一次 那要他吞进去 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这一点要非常的谨慎 那我们说锁住自己哦 这八个原则 民意 白纸黑字 伤害自己 切断 退路 事先授权 第三则 跟抽象议题 但我们知道 这些固然是锁住自己 但是还是要留一些退路的 所以呢 他这边有提到 刘教授写到说 你一定要为自己留一个解套的后门 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们在锁住自己之后 还要留一个可以解套的空间呢 因为我们必须要随时应付外在环境的变化 如果对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提出一个比我们原先还要 原先预期的还要更好的方案 那我们不一定要锁住自己 我们留一个可以解套的过程是必须的 不要让自己完全下不了台 这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刘教授他在谈判的概念 跟架构当中常常强调的 叫做因时 因事 因地 因物 因各种状况的变化而做适当的调整 他并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哦 那我们都知道 万一碰到对方锁住自己的立场 而我方也紧紧的锁住立场 这叫双锁的僵局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他提到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两个人对抗 看谁先眨眼 那我相信各位都有玩过这样的游戏 就两个人面对面这样坐着 然后盯着对方眼睛 看谁先眨眼嘛 那这也就是说啊 大家都锁住自己的立场 表示僵局僵持续下去 可是呢 我们会走上谈判桌的第一个条件 不就是双方认为僵局无法容忍吗 所以呢 除了对方哦 在这段路程当中 有了退路 否则大家应该都撑不久 在同样都撑不久的状况之下 这时候体质的差异 就会反映出最后的结果 体质越好的就越能撑 体质越差的就越先要先 刚刚说的眨眼 然后呢 第二个要突破双手僵局的第二个 跟对方阵营内部哦 寻求个别接触 怎么说呢 对方谈判代表如果选择不动如山 你怎么推都没有用 但是不一定里面的每一个人 就是他的谈判队伍 或者他的内部结构当中 不是每个人都是愿意不动如山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跟他们 有一些人做个别的接触 那只要内部出现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声音 他们的立场就有可能动摇 这叫做各个击破啦 第三个 突破双手的僵局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于 去找对方的长官 因为呢 对方的长官不一定知道 这个谈判代表 用了不动如山这个战术 所以呢 跟他的长官抱怨 或者是透过我们的长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告诉他的长官 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方式 但这种方式会有一些风险存在 因为呢 你这样子可能会让长官造成一些误会 或者造成一些不方便 或者是怀疑你谈判的能力 所以呢 当有人啊 你在做不动如山的时候 有人要透过你的长官对你施加压力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反制 怎么反制呢 他这边有举个例子哦 比如说我就有人如果要直接找我的顶头上司 对我施加压力 我就会跟对方说 我看你还是慢慢跟我谈吧 去找我的长官 万一他讲的数字你不满意 可能连改都改不了 所以呢 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那突破双锁的第四个方法 叫做为对方找一个台阶下 那我们都知道 明明对方是自己在 惊在哪里顾持己见嘛 但是我们假装不知道 说怎么样 是不是你的长官不许你让步 那你把这些新的资料给你的长官看看 说不定他会改变主意 那这个时候如果他还想说 惊在哪里很累嘛 他想要软化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台阶可以下 有的时候呢 还可以用我方象征性的让步 去为对方的让步铺路 我们可以说 过去呢 你因为这个我们如何如何 所以呢拒绝让步 那现在我已经做了某些让步 那你是不是可以让一点 那这个时候对方就可以很有面子的让步了 所以呢 对这种帮对方解套的方法 在以弱对强的谈判上面尤其重要 这个对方弱 我们强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找台阶下 这个很重要 那谈判的时候如果对方先丢个球过来 提个个案或者先开个架 那我们最好也丢一个球回去 给他一个对案 那这个时候谈判才会有互动 才会有起点 但是要小心哦 如果我们是弱者的话 不要先把球丢出去 因为球丢出去以后啊 如果对方不接 那我们就傻在那了 因为你收回来也不是 那你已经丢出去了 那可能也没办法得到预期的效果 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哦 所以我们来看第八章 刚刚提到的是这个锁住自己 守住正式 那第八章谈到就谈判战术的原则 就越来越是运用面的部分 那在战术原则的部分呢 他提到洞心谈判的最高原则 还有呢 提高对方对愿景的期待 也就是说对谈判结果的期待 然后呢 在战术的部分 他还提到黑点为什么叫停 因为呢 黑点有时候不能一路黑下去 所以呢 这个黑点要什么时候打住 还有更重要一点 就是说战术当中收尾的技巧 我们说谈判总是要收尾的 那用什么方式做一个有效 而且漂亮的收尾 所以我们来看哦 洞心谈判的最高原则 这里面来说什么呢 他说 抓住谈判战术不变的最高原则 就可以洞心其中的窍门 灵活运用 然后呢 变招创招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个谈判战术的基本图形 那其实呢 这边他当然是用图这样子画出来 那我们口述 可能你有些人没办法体会 不过你就尽量去看吧 那我希望各位能够亲自买这本书来看 他说 我们如果拿谈判的这个结果满不满意 做一条纵线 就画一条直线 越上面越满意 越下面越不满意 然后在这个纵轴上面啊 可以标出三个横轴 横线 第一条横线 这个从上面到下面的第一条横线是 对方对谈判的期待 第二条横线是 对方和我们谈判所得到的东西 第三条线是 对方的退路 或者对方的其他选项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图 就是呢 一个直线 然后呢 上面有三个横线 这个直线上方叫满意 下方叫不满意 然后横线从上到下 叫做对方对谈判的期待 对方 对 对方和我谈判的所得 和对方的其他选项 这三条线 那这三条线 如果按照我刚刚口述的方式 去做排列组合 那其实呢 我们知道 它其实不只是 我刚刚说的那种方法 其实你真的去排列组合 有六种排法 但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排列组合 其实是最合乎逻辑的 怎么说呢 因为呢 你有没有发现 对方如果和我们谈的所得 比他的期待还要高 表示哦 对方原先的期待太谦卑了 他太客气了 那当对方这次所获得 真的高于期待 他下一次的期待 自然就会升高 他下一次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所以 所获高于期待的情况 并不会维持太久 就你不要幻想 对方都一路这么客气 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会十岁之位的 但是如果呢 对方的其他选项 高于他能得到 那对方 他就会跟那个选项谈 而不会选择跟我们谈 所以谈判根本不会发生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 在一个这个合理的状况 所以呢 在操纵这三条横线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把它选项往下压 就是说 告诉他 你找别人谈 也不会比找我们谈来的更好 找我们谈其实是最好的 那这样子 他才会跟我们谈 那他所得的这条线呢 也可以往下压 但是也可以往上升 往下压是让他不满意 也就是唱黑脸 但是往上升是我们让步 让他唱白脸 但是呢 他对跟我们谈判 所得结果的一个期待的部分 要是不同的状况 我们呢 往下压 让他的期待降低的时候 那也有降低的时候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也可以把他的期待升高 让他呢 期待跟我们谈所得的满意的结果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巧妙 自在人心啊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要从 毕竟这本书啊 和我的口述只能告诉你理论 因为要讲很多食物 是时间 各方面是不够的 但书中他举了很多例子 那我相信也可以运用在你生活 或者是职场当中 很多谈判的情境 那我们来看 在这个谈判的部分 在战术原则的部分的第二个 提高对方对愿景的期待 那这个部分也是谈判 之所以能走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我们上了谈判桌之后 那要致力于降低对方对谈判结果的期待 因为他结果越高 其实我们就有可能要让步越多 那否则对方对结果的期待越高 那我们这样子让步越多 而且压力会越大 但是要维持并且提高对方对谈判愿景的一个期待 就算画个大笔也要升高 这样子对方才愿意谈 那怎么样才会降低对方对谈判结果的期待呢 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听得有点模糊 简单来说 刘教授把他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 在实际的筹码的部分 我们不能让他觉得我们会让很多 但是呢 我们却要在心理上让他觉得跟我们谈 一定比不跟我们谈来的好 所以呢 这个就叫做提高对方对愿景的期待 而不是提高对方的期望 好 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降低 对方对实质结果的期待呢 比如说 我们持续保持他跟我们谈的意愿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 让他对实质的结果开始不断的降低 第一个 拖时间 花的时间越多 对方的期待就越低 无忌平也好嘛 对不对 第二个 对对方来个相应不理 让对方相信我们会拼到最后一兵一组 你今天呢 逼我们让 我们就是不让 第三个 辩论 我们降低他的一个期待的方式当中呢 辩论 他是不能取代谈判的 但是可以帮助建立僵局 也就是说辩论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一定双方都会感觉到僵在那里 那僵在那里 势必对方的期待就会有所降低 然后最后呢 在前面所提到的 我们运用让步的幅度次数和速度去操弄对方的期待 所以呢 我们说提高对方对愿景期待这个部分呢 这个有人主张啊 一上谈判桌就先来个黑脸 然后呢 把对方的期待往下拉 下马威 这样呢 才有将来唱白脸的空间 那这种战术其实还蛮有效 但是呢 我们说 任何谈判的招数都是环境论 条件论 就是在什么状况之下 要视状况而定 所以我们看要哪些状况 第一个 时间 所有的黑脸战术 一定要有时间去慢慢磨 才能黑脸白脸慢慢出招 如果你的时间压力很大 你就不可能一下子就唱黑脸 第二个 交情 如果对方是我们的朋友 就没办法一刚开始就用黑脸的强硬战术 所以这是你要考量的 否则啊 买卖不成 结果怎么样 仁义也不在 那岂不是两头落空 第三个 力量大小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讨论 有人主张哦 当然是力量小的人使用强硬的战术 这样才能膨胀自己 让对方摸不清楚底细 但是呢 如果大家都认为力量小的人会膨胀 那大家不就都会把所有采取强硬战术的人 视为虚张绅士吗 那这样子虚张绅士的战术怎么会成功呢 所以如果我们要碰轰哦 势必要有真有假 有实有虚 让人们搞不清楚 你的真实力量 这样子才有办法让这个黑脸的战术 能变成是一个有效的战术 但是呢 在这边有特别提到 唱黑脸把对方所得的这条线 往下拉也要一个分寸 那就是哦 你再怎么压的再低 也不能让他比其他选项来的低 否则对方根本没有跟你谈的必要 所以换句话说 所获线和选项线中间的这段 就是我们唱黑脸的空间 所以我们来看哦 在谈判战术的部分 刚才一路的都提到黑脸 那黑脸不能一路提下去啊 一路唱下去 其实没有人愿意跟你谈的 所以呢 黑脸势必要有些时机要叫停 那黑脸到底在什么时机之下要叫停呢 而且叫停的原因也很多 但是切记哦 只是叫停哦 不是让步 只是你停止黑脸 而不是你让步 所以呢 黑脸叫停的原因呢 非常多种 第一种 在成本吃不消的状况之下 通常黑脸就要叫停了 唱黑脸其实要花本钱的 内部可能会因为 对于强硬的政策看法不一 而产生分裂 或者是盟友对这种惩罚性的战术看法不同 而且反对你这种部分 那在反复的考量之下 为了维持内部的团结 于是决定叫停 黑脸叫停的第二个原因 对方报复你了 如果对方的报复让我们吃不消 我们也可以考虑 这种强硬战术停止下来 不过要注意哦 是叫停不是让步哦 也就是说 让他的所获线 所获得的这个期待的这条线 留在原地 不必升高 那想想看 如果对方一强硬 我们就让步 那后面根本不用谈了嘛 所以呢 最比较好的方法是 态度温和 立场坚定 然后呢 试着开始产生良心的互动 如果对方没有善意回应 那就大家一起耗着 看看最后谁先退让 黑脸叫停的第三个原因 叫做对方已经让步了 其实战术的运用 一定要有教育的效果 要赏罚分明 对方既然已经让步了 那我们的黑脸就该收了 如果我们的黑脸这时候还不收 很有可能会造成对方的狗急 跳墙 到时候呢 我们也会受它伤害 那第四个黑脸叫停的原因 叫做呢 对方可能回不了家的时候 我们知道谈判并不是在桌面上 谈完就算了 有时候回家要交差的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跟刚才提到第三点 就是对方已经让步了 所以呢 各位想想看 如果对方大队已经让步了 我们还穷追猛打 那这时候他根本没有 无言以见江东富老嘛 逼得他狗急跳墙 但是他上面提到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一点来针对于 他和他的阵营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他今天如果这个已经让步了 但是呢 你这个黑脸哦 却一直僵持不下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办法回去交代 等于说 你没有减少他让步所付出的成本 在实质成本跟面子的部分 你都提高他的成本 那这个时候他根本回不了家 所以呢 上面那种叫停哦 可能会发生在谈判过程的中断 但是呢 这种所谓的当对方 刚刚所谓的上面叫做 对方已经让步了 就是谈判过程中断 但是呢 就是说刚刚提到 这个对方可能回不了家 就是后者这个情况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把黑脸叫停 是多半会发生在谈判要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说 差不多协议要完成了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一直这么强硬了 要让对方有面子 能够回去交差 这样子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谈判黑脸的收尾 当然还有一个状况是哦 制造对方的挫折 除了降低 对谈判结果的期待之外 有时候我们反而哦 可以选择升高 他对谈判结果的期待 但是 谈判实质获得却跟不上 创造这个挫折 如果对方在挫折的时候 情绪失控 对成本效益的考量失衡 这些便成为我们谈判的时候的有利因素 但是呢有时候创造对方的挫折 除非有必要的时候再使用 要不然的话 往往哦 这个操作不当 会造成双方谈判 可能进展到最后阶段 反而造成一个破裂的结果 所以我们来看哦 战术应用 当黑脸叫停之后 那差不多刚刚提到收尾的部分 那我们怎么去做收尾呢 收尾 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应该哦 把对方的所获提高 略高于对方的期待 那这样子呢 对方才会有那种满足的感觉 可以满意的回家 那一般谈判的结尾 记得要有一个原则 就是由刘教授常常强调的 叫做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 的这样的铁律 这样子谈判才有下一次啦 要达到这样子哦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满意结果 可以运用几种方法 比如说当我们谈判要收尾的时候 有有第一个方法 叫做增加资源 就是说当大家谈 可以我们分大饼 大家都想要多分一点的时候 最直接方法就是把饼做大 我们双方一起努力把市场做大 然后双方各蒙起立 这叫收尾的技巧 第一个 第二个交集法 找出双方主要诉求的关键 并且呢设法取得交集 我们要的 我们坎盛的事情是不是同样的 那是不是可以一起 共同的互蒙起立呢 第三个叫切割法 把大饼分成各小块 彼此交换你一块我一块 第四个收尾的方法 叫挂钩法 将原本和这次谈判不相关的议题 并做这次交涉的条件 让对方呢 让可能这个比较弱势的一方 觉得他也没有亏到 这样子 第五个 减少对方让步所付出的成本 其实在刘教授所谈的谈判当中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 他常常提到的一件事情是 你一定要让对方回得了家 因为谈判并不是这种面子 你争我夺 或者是这个赢或输的问题 谈判往往是大于除了客观的这个数字 你是不是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条件之外 最重要一点是主观的你满不满意 谈判没有所谓的赢跟输 谈判只有谈的好或谈的不好 就是说结果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问题 所以呢这往往是超越于谈判的输赢之上的 因为输赢呢他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但好或不好 但是好或不好或者是主观的这种满足感 却是呢可以达到的 所以我们进入第九章 第九章呢推动谈判和结束谈判 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他提到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推拉之间完成谈判 第二个不同的收尾法 第三个透视谈判者的性格类型 第四个强者的最后让步 这是他里面的内容 我们首先来看 推拉之间完成谈判 我们说谈判不过就是推推党党 所以呢推动谈判的继续进行 往我们预期的方向走 这需要一些技巧 他提出几个方法 怎么推动呢 第一个 当谈判进行 在推动过程中 我们有时候必须要给对方一个期限 利用期限给对方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只要能给对方这种压力 不管是明示或暗示都可以 因为期限只是个工具 而不是目的 所以只要对方开始让步 我们就可以延长这个期限 通常给对方期限的目的 是要让僵局动起来 一旦有所动作 这个目的就达成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谈判 总是会碰到一些卡住的地方 有时候给对方一个期限 反而会让整个谈判 再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个呢 我们要继续推动谈判的进行 还有一个技巧叫做让对方害怕 让对方害怕不一定是威胁他 只要创造不确定的情境 使他信心动摇 而让他进而愿意继续谈 这很重要 这是推力的部分 而拉力的部分呢 怎么样去吸引他呢 吸引他继续谈 叫做持续给他一些愿景 让他对于谈判怀有希望 甚至可以给他一些小甜头 然后呢鼓励他 让他知道谈判具有可行性 好 那我们就知道在谈判怎么去推动的过程当中 推推拉拉之间有哪些方式 再来呢 我们知道谈判怎么结束的时候 那收尾的时候怎么收呢 不同的谈判有不同的收尾方法 有时候需要精确的协议 以免日后有麻烦 但有时候又必须刻意含糊带过 让大家通通有讲 而当问题并不急着立刻解决 可是又非在协议中触及不可的时候 用含糊的方法先把它包装起来 可以让大家回去都有交代 至于真正的问题 则留到以后再来解决 所以呢这个都是 我们说谈判没有绝对 其实收尾也可以 也可以是用很弹性的方式 它不是一种零和的战争 这是一再强调 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不是下命令 更不是攻击侵略跟征服 所以呢这个是必须要注意的 在透视谈判者的个性类型 我们说我们跟谁谈呢 我们是跟人谈 我们不是跟机器谈 所以我们说人是有个性的 谈判者因个性可以区分 主宰型跟依赖型这两种 依赖型这种人 很在乎人际关系 在乎对方怎么看他 对他是否真诚 他在谈判的时候 会为了维持跟对方的和睦关系 而在不应该让步的时候让步 但是当主宰型遇上依赖型的时候 也千万不要老是 漠视对方的让步 当依赖的人觉得让步的诚意 被视之如必喜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开始反弹 而且当你被这种依赖型的人 开始反弹之后 这种反弹是一路到底不会缓和的 所以呢各位 在我们谈判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对方的让步 有时候切记 适可而止 不要太贵 那个我们说闽南语说的 软头轻滚 这往往会有反效果 那我们再来看 在推动谈判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有强有弱 如果你是一个强者 那你有时候 是不是可以运用一些让步 来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资源呢 或者是更好的条件 或者是情势呢 我们说对强者来说 其实可以不让的 但是在最后突然让步 那这招就叫做免礼长针 对方在我们让步的时候 虽然意外的惊喜 但是同时也胆战心惊 因为这个让步本来不是归他所得的 所以呢他我们从我们手中接过一团棉花 但发现棉花里面居然是一把针 软中带硬啊 这种让步的方法既可以表现我们的诚意 又可以让对方戒胜恐惧 所以当你是一个强者 有时候在最后收尾的时候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技巧跟方式 然后他最后有提到整批交易的收尾法 到中场谈判 这个中场谈判的时候怎么去做呢 如果两兆势均力敌 可以运用整批交易来收尾 我们用整批交易的方法 目的在夹带 逼对方把他不要的东西 一并的夹带回去 这种整批交易的方式 经常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对方一旦衡量 签了一个不是百分之百满意的新约 也比让双方关系中断来得好 所以他可能就这么把这个不满意的部分吃下来了 那期限在这里 整批交易的战术是成功的关键 那因为呢 有了这个期限的压力 对方没有办法跟你磨蹭啦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借力使力 有时候给对方一个期限 对方反而有一个可以让步的下台阶的一个借口 所以呢 这个部分都是要看状况去做一些调整 但是我们会发现也是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 当你看谈判圣经哦 如果你没有亲自的去做一些实际跟别人洽谈 不管是业务的洽谈 不管是说服 或者是商务上的其他的资源的一个 彼此之间的折冲协调 你没有去实践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可能你很快就淡忘 但一旦你有不断去实践 当你是一个业务员 你怎么样去开发市场 你怎么样跟你客户洽谈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锁住自己 你怎么去推动他 你怎么在讨价还价或者是条件交换的过程当中 让彼此双方都满意 其实你只要有实践 我相信这本书 你这样子听完之后 然后你进来去看 把它当成是参考书 对你谈判能力的提升 我相信会一日千里 所以呢 各位 我们知道 他这本书有十章 那我在这边呢 好像已经做个结尾了 不过没关系 因为第十章 我还是会把它谈完 第三章谈的东西很特别 叫做谈判与文化 谈判会不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呢 答案是肯定的 他里面提到几个部分 文化影响谈判行为的部分 参考国外研究的部分 各国人谈判行为互议的部分 和中国人的谈判模式 我们来看哦 在不同文化背景 多少会引导出不同的谈判行为 但不是绝对的 不能一个国家套一个框子 这很重要啊 所以呢 你看一样是台湾人 那台湾的北部跟南部 甚至于北部当中产业别的不同 或性别的不同 年龄的不同 或者是生活背景的不同 其实它里面的个别差异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不能用统一的框架来去框架它 所以他这边有提到文化特征没有互吃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不能说日本人都不轻易让步 或者是不轻易让步了 就一定是日本人 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在 包括语言文化意涵 社会规范 禁忌等在内的文化背景 对谈判行为的影响只占边陲地位 我们会以为这些影响很大 但其实它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绝对 在 谈判行为确实会因为国家的不同 而有所一定的差异 第四个 不同的文化背景 常会导出不同的正义观 诶 那我们这边提到正义观 其实所谓的文化影响就是在正义观的部分 会有很大差异 有的重视分配的正义 有的是重视程序的正义 有的重视公平 有的重视公正 这些呢 或多或少会影响他们对于竞争和让步的看法 如果能事先获得这些资料 就能够对于对方可能行为有所预期 并且做出适当的反应 所以这是文化的部分 那当然国外有些研究案例 我们就来看看 国外研究谈判的书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说尽性书不如无书 你不能一昧的只是直接吸收 而要运用怎么样 要运用这个批判式的思考去看看 那比较各国学者研究的方式和结果差异 所以呢 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去批判的 那国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 外国人写的范例不见得适合你的风土民情 因为风土民情不同 所以呢 用同样的谈判行为和谈判语言 反应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这是要特别留意的 当然啦 他在最后的部分 他会研究各国人谈判行为 和中国人的谈判模式 比如说美国人比较有幽默感 德国人一丝不苟 日本人会用和中国人类似含糊的字眼 那就是说明了各国人的谈判行为确实是有差异 那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谈判模式呢 中国人的谈判行为 其实是正在 正在变化 那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模子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 好面子 注重关系 却是相当普遍的特色 东方社会因为是属于威权社会 所以呢 对于权力差距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东方人在公司里面 最有权力的顶端 和最没权力的底端 中间的差距非常大 所以因此东方人出去谈判的时候 谈判这个主谈的人 所获得授权其实并不多 所以有时候呢 当你跟对方的这个主谈人 定下一些协议的时候 你往往要先预留一些 他回去可能被反应的空间 因为他被授权的部分是不高的 很高兴哦 我们的谈判圣经这本书 终于第三个阶段 已经进入了尾声 谈判 它本身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现在社会 每个人都脚头真容的状况之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我相信你也有你有的看法 你也有你的想法 想要做表达 当你的意见跟别人冲突的时候 你有没有用一个 更有智慧的解决问题方式呢 那我们说除了你的修养之外 其实你是否具备谈判的能力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自己本身在导读这本书 老师说 它会有一定的难度 为什么 虽然这本书不是很厚的一本 但它的内容真的很扎实 真的很丰富 而且谈判 它必须要不断的结合在你实战的一个经验当中 才能做一个深刻的体会 所以呢 我知道 在我的导读的部分 真的能够让你体会的部分 在我自己的主观认知来说 可能会比较有限的 但是呢 我为了尽了一份这样的心力 也是很尽心的 希望各位能了解谈判 到底要说些什么 也希望各位都能够买这本书 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好好的学习谈判的技巧 让谈判的技巧 在你生命当中 让你创造一个不同的人生 跟不同的价值 当然啦 最重要一点是 学习让人有力量 知识让人有魅力 跟我们一起推动 阅读精英会的使命 叫做书香社会 阅读人生 我是欧尔亚科技教育总监 感谢你的聆听 那我们期待 接下来我们退出的新书选 谢谢 再会